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物古迹众多,古镇古村更是遍布全国,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镇比比皆是其中最具代表的要属江南随处可见的水乡古镇古村,很多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我们的印象中,水乡古镇应该是小桥流水人家,有一种如石如画般的韵味,然而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很多的古镇已被浓浓的商业氛围所占据,完全没有了古镇该有的面貌。 统礼,就是成为富士,唐朝初年改成了统礼,到了宋代才将名称改为现今的统礼。统礼古镇是建于宋朝,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中国著名的水乡文化古镇,被誉为江南六大古镇之一。 2018年拍摄于江苏苏州统礼古镇,能在江南这片繁华富庶之地,占据六大古镇之一,想必有其不凡之处,在人们的印象中应该是照片上这样的画面。 古老的青石板路,枝繁叶茂的古树,缓缓流淌的小河,沧桑古朴的拱桥,以及河两岸则是一座座白墙黑打的老墙门。 事实上,当你走进统礼古镇,时还真是那么一番景象,人在其中仿佛走进了一幅唯美的山水画卷中,然而这一切却只是一个门面,或许这只是统礼,唯一能吸引人的地方。 当你花了一百块钱门票走到景区里面时,看到的却是这么一个景象,河道整治得很好,两边全是新气的石板,平整得如同商品房。 沿河密密麻麻排满餐桌,一桌挨着一桌,把能利用的空间使用到了极致,在这些简易棚和房子之间只留下宅宅的一条通道,给欧客和居民通行,偶尔来辆运货的三轮车还需借到必然。 有时甚至有种错觉,这是到了水箱古镇还是大排档,同里除了餐厅多,这里的一五小商品货,同样也不少。 或许有人会说,现在哪个景区没有这些东西呢? 好吧,我以为同里这样的千年古镇,或有些文化传承的东西,如此,有人把它喂水鹰。 它应该是水箱最具特色的动物,因为老底子的水箱渔民就靠它生活,如今,它有了新的作用。 看我长得可爱吧,来合影拍个照,当然得交钱,别以为你拿长交老远可以偷拍我,老板娘在岸上盯着呢,每一张都得收钱,天色慢慢按了下来,今天同里的游客好像不多,当然餐厅的生意更加冷清,一路望去基本没有客人。 在路边碰到一位拉克地老板娘,一聊她也是一肚子苦水,现在生意不好做,平时游客很少,周围相对好些,租了这场地不做不行,说实在的,这样的水箱古镇谁来了会有好感呢? 作者简介,寒残一夜摄影师,旅行家,自媒体人。